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我首先介紹今天的講者 是衛生署衛生防衛中心傳染病署主任張竹君醫生 以及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的何遠霞醫生 我們先請張醫生簡介一下最新2019冠狀病毒病的本地最新的個案情況 之後何醫生就會再簡介醫院管理局下面的最新情況 先請張醫生 由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 即現在的時間節數時間 我們錄得59宗的確診個案 當中有30男、29女 年齡介乎11至77歲之間 其中40人有外遊記錄 大部份都是去英國、歐美地方 其中有18位是回來的學生 另外19位是沒有外遊記錄 沒有外遊記錄裏面 都是有以知個案的緊密接觸者 那裏都有7位 另外還有跟酒吧有關的 都有一些曾經去過 online long的規定 即是去過的 有3位 另外也有一些是工作者 在那幾間酒吧的工作者 我們都有6位是沒有找到過源頭的 那其中現在都是在問 那其中有一些是有聚集性的 例如第618宗和566宗曾經是一起去過一些聚會 那另外就是 因為其他有些人士都有去過喝東西 去一些不同的酒吧 就是可能之前沒有出現過那些酒吧的地方的名字 那另外610和611宗個案 就是真是沒有找到一些可疑的高危因素的 那我們都會再詳細再問清楚他們 那總共今天報告的就是這麽多 謝謝 謝謝張醫生 請何醫生 好 直至今日中午12點 過去24小時 醫管局一共情報了204宗懷疑個案 那連同之前仍然留院的個案 我們現在有540位病人仍然需要接受隔離治療 那在過去24小時 共有6名確診的病人他們是出院的 他們號碼是112號 135號 144號 163號 174號 和200號病人 那至今其實一共有118位病人 就是已經康復出院的了 那現在就暫時有430位確診病人 分別在我們14間公立醫院接受治療 那其中4人是情況危台 那之前都有公布過這4位病人的 那他們的號碼是119號 192號 312號 和338號 那另外我們是有5位病人情況是嚴重的 那兩位就是291號和427號 之前和大家報告過 那新增的3位病人是530號 533號和572號 那這3位病人都是臨床上增加了氣速 那需要一些高流量的氧氣 那幫助他們呼吸 那我們現在都是緊密地監察他們的情況 那另外還有421位病人 情況是穩定的 那還在我們的醫院接受治療 那截至今日中午12點 我們負合病床的數目是1012張 那至於負合病房的數目就是534間 那那個使用量就是62%和74% 那我想和大家說說 那這幾天其實我們每一天 都有超過幾十個新確診的病人 那是需要入院繼續治療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盡快將這些病人收入我們的醫院 盡快就幫他們做檢查 那還有盡快就開始那個治療 那但是因為目前你都看到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病人 住在我們的醫院裏 那雖然接下來我們會增加 大概400張第二線隔離病房的病床 那但是因為其實如果新增的個案 那個速度都是持續這麼高的 每一天幾十人幾十人這樣 即使我們第二線隔離病房 也都很快會爆滿 那現在我們已經繼續在各個聯網 找一些普通病房的病床 那希望可以進一步做改裝的工程 來再繼續增加大概幾百張 第二線隔離病房的病床 那另外我們都和我們的專家 很積極地和衛生防護中心 和傳染病專家 一起在那裡商討 究竟怎樣可以分流一些 可以接近出院 病情又相對很穩定的 可以繼續去康復 可以以致騰出我們第一線隔離病床 給一些更加有需要住院的病人使用 那我們其實是的確很擔心 現在那個情況會繼續惡化 我們就算怎樣去努力加那些病床 都未必會應付到現在這樣的那個需求 我們最不希望見到好像外國那樣 就是又癱瘓了醫院的那個情況 那所以我們在這裏再繼續呼籲大家 希望在這段時間呢 是留在家裡 那保持社交距離 我們共同抗疫 那我的報告去到這裏 謝謝何醫生 那我們接下來是答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還有就等同事遞給你的麥克風發問 那問之前就想先介紹自己的傳媒機構 那還有就每次發問只行三條 後面綠色三個位男士先 你好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星 想問張醫生就是剛剛提到一些個案 是去過一些之前未講過的酒吧 可不可以講一下哪區哪間呢 另外就是見到有一部分的本地個案 其實都未找到源頭的 包括今天的話 其實至今類的有多少呢 有沒有發現可能社區的爆發是一個嚴重了呢 另外就是見到一些個案都是沒有了臭角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趨勢來呢 大家要留意的一個病徵呢 那這些沒有了臭角沒有味角的 這些要維持多久 還有就是是不是永遠的 至今有沒有一些是之後有的呢 另外想問一下何醫生呢 就是剛才提到一些可能病情穩定的 接病康復的話呢 那不可以騰出一些一線的病床 就是比其他病人呢 是不是代表可能他們可能要出院 回家好像外國那樣 就是休息一下那樣 雖然確診還未好了的 另外就是 就是我們都收到一些個案 就是一些家居檢疫中的人 驗到確診 但是等了一天半呢 都未有人接他去醫院的 那有些聽聞呢 四天都試過了 那現在究竟有多少個人是確診了 而是家居檢疫中的 未送到醫院的呢 那和最長等多久 那同住家人應該怎樣做 因為他們都很擔心 那其實這些等醫院的時間長 是不是就是反映著醫管局 其實一些獨立的隔離病房 已經用光了呢 而還有多少症呢 現在 有些確診就是是不是要去一些 等做測試的共用隔離病房 Stage 先做觀察呢 麻煩 首先是關於這些BAR那些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問回病人 究竟他們有沒有去過聚會 有沒有一些去過以前 我們知道的那些BAR的情況 但是問到這些病人就沒有了 但是他們可能都有一些聚會 去過其他的地方 包括一些在SOHO 尖沙咀 西元盤 各個地方都有 那些名字都是有點複雜的 那我們都會放了 如果它是前傳染期的時候去過 我們都會放在我們的網頁那裡的 那可能詳細的 大家可以再看回 那我們的確多了一些個案 就多了一些 就是未必找到那個源頭的地方的個案 那這個都是反映了這個社區 真是有一些寸播 那希望就是可以用我們的社交距離 就可以禁止了這個 就是防止了這個多了的蔓延 那所以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這兩個星期 都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那希望大家合作 就留在家裡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就不要出去 那我就詳細就是 就是沒有了美國 那個臭角那樣東西 我們都見到有些人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都其實這段時間都多了一些 可能是跟有關報導 就可能之前不是很留意 最近大家知道了 又會醒覺了自己 都有一段時間 是沒有了那些臭角 美國 那詳細呢 我想都要等一些專家 來看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 不過我們都問回他們 有些都是短暫的 就是它好像沒有了一段時間 跟著又好起來 那所以我希望都是一個 即是短暫性的東西 就不是一個長期的東西 但是真是 為什麼會這樣啊 或者是會維持多久啊 那這些就要等這個 就是科學的研究 好 就著其實 新型冠狀病毒 都有很多不同的 研究那個報告 陸陸陸續續都出來了 那我們看過 有部分那個 就是科學上面的研究 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似乎德國那邊 就是那個 那個醫療機構 似乎就都做得 就是相對叫做好些 那我們看到 它那個部分那個研究 就是其實 頭那個病人頭那個禮拜 它那個病毒那個載量 其實就相對高一些 但是後來到了第二個禮拜之後 其實它們那個 就是Rival Low 我們那個 就是個類性病毒 那個載量 其實就已經是下跌 雖然我們知道 就是那個 那個 之前我們都是有做一個 pre-CR test 其實之前都會見到 其實有些 雖然是呈現陰性 就是說我們都驗到 我們身體 還有那個病毒的基因在 但是至於那個病毒 究竟是存活 還是其實它的基因 是未被身體慢慢 逐步的這樣 就是清洗這樣的情況 那這裏呢 其實都要做一些 病毒的培養 才看得到 那在德國這裏呢 就是見到他們 其實在第二個禮拜 或者到差不多 十天打後 其實那個病毒 那個培養那裏呢 其實就算身體見到 驗到有那個 就是那個 個類性病毒 那個基因在那裏 但是呢 種那個病毒呢 培養呢 就見不到有那個病毒 所以我們接下來 都是和衛生防護中心 和我們傳染病專家 繼續研究著一些 現在正在來的 新的科學實證 希望呢 給我們多一些的數據和資料 接下來呢 我們怎樣去處理 就是我們的病人 都希望呢 就是找到這些資料呢 幫助到我們研究一些 就是新的服務模式 那希望呢 找到就是一條新的出路 去處理我們現在的情況 那樣 那至於呢 你說有幾多 其實每一天呢 我們都大概 真是有幾十個病人呢 在那裏等著我們的病床 那先是 我都提過 就是我們那個 符合病房的那個 使用量呢 那其實大概 七十幾個percent 那但是之前 都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這些符合病房呢 其實每一次用完之後呢 我們都會徹底清洗 所以呢 就是那裏呢 就是中間要等些時間 那裏呢 還有呢 因為我們那個 那個獨立病房呢 就是那個 就是復活病房呢 其實除了是大人的病房之外呢 其實我們都還有一些 是深切治療部呢 和小儀的病房 那所以呢 為什麼你們見到 就是說七十幾這個數目呢 其實我們和你們說 經常都說 我們很爆很悶的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呢 因為 我們不會放大人下去 就是小孩子 我們也都會留一些 就是深切治療部 有負了病床 給一些有需要 然後情況去危妥的病人 去治療 這個就是整體的情況 下一條 先問問題 因為那位是綠色口罩的女士 嗨 我從RTHK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關於 czar 我最近這些病房 有很多次庵 治療的宴者 大陸 有很多次庵 有很多次庵 joined to all night long and insomnia as well. Can you update us on the total number and the situation within the company? And given that there are cluster infections, are expanding. And there are also new cases, where you still cannot locate the, where the patients might have gotten infected. What's your level of concern in terms of a community outbreak. My other question is fo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there are reports saying that some of the confirmed cases they have to wait like one and a half days or even longer for an ambulance. Like they still have to stay at home for quarantine until and wait for days for an ambulance to pick them up to be sent to hospital. Can you give us an estimate, the average amount of time that a patient, a preliminary confirmed patient has to wait at home for an ambulance to pick them up and what's the longest period for them to wait for that and the risks involved because they're already confirmed, preliminary tests confirmed, but they're still sticking with their family relative numbers. Thank you. Concerning the newly confirmed cases with unknown sources under investigation, we know that a few of them have, I mean among the activities they took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some of them mentioned that they also had drunk some drinks or some gatherings. In various places, they are not linked, so they mentioned some bars in the Chim Sa Jui, in Soho, in Sai Ing Poon and in Causeway Bay. So I do not have the exact name for them because the names are quite complicated, but if they visited those places during the infectious period, or more than two of them visited one bar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we will list them in our building list later on during today. So for the pubs and bar cluster among those four bars, we have three more workers working there, and one of them and another one is a close contact of another performer, so they live together, so they live together, so all together four, but one of them has been put under quarantine and then he developed symptoms, so all together four of them. So I just underst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taff affected has become around more than 30. So I am worried about those unknown cases in the community, just signifying there is some community transmission, so that is why besides we trace all the contacts and put them under quarantine and early detection of asymptomatic cases, I think the community has to participate to adopt social distancing to prevent further transmission of the disease in the community. We really feel very sorry about need to keep our confirmed case stay in home to wait for the isolation room, and at the moment most of the patient need to wait for around a day to be admitted, and we hope the condition will be improved after we open up the Tier 2 isolation ward in next week. And that's the same condition. What's along this period that one patient wants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be able to work? I don't have the data on hand. Thank you. The next one, please. Next you first. In the next room. There is also three of the other three of the women's left for the child, Yes, I also want to ask there are some in the last time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according to yesterday's note, there are 44 individual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ro闘 and were not abl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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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re of those who have been able to be able to be depending on the hospital, in addition, 當他們留在醫院又自己有病的時候 他們的家人會否說都有再感染的風險 會有這些情況 還有想再說清楚 為什麼現在負革病床70%的接種率 一直都無法安排病人入院 那個男人住在哪裡 另外有消息指一個男警確診 想看看他是不是剛才的確診個案 還是初步確診 還有他有沒有接觸過一些市民 或是有其他的接觸等等 麻煩你 我手上知道的資料 就是大部份的病人 都會在一天內安排到病床 可能有部份的病人需要再等待一些 另外就是說回我們隔離病床的數目 其實之前都有提過 就是我們隔離病床的病房數目 其實除了成人內科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部份是給兒科和深切治療部的 在深切治療部那裏是有66間有附加病房的設施 應該是66張病床 而小兒那裏是有122的 所以如果你大概看回 真是比我們內科收到大人 其實是大概800% 就是鬆一點的 所以其實如果現在以我們那個住院的那個量 其實都已經很爆發 就是那個情況 為何需要病人去等 我們先頭都提過 其實我們都存在外國的數據文獻 究竟這個觀眾病毒 其實它的病床的病床 就是它那個在身體裏面 無論是病徵 還有那個在身體裏面 那個傳播力 還有我們那個檢測方法 在不同的方面我們都在找專家去看 裏面不單止我們傳染病的專家 亦都有找衛生防護中心一起去商討 究竟接下來我們處理病人的那個對策 希望可以找到一條出路 可以處理到現在這個這麼困難的困局 關於你提的那個南境 我就自己沒有資料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初步覺醒了 那個案是這樣 下一位 後面黑色衣服那位男士 中間 黑色衣服外套的那個男士 是 幾位 剛才提到 香港01的 想問一下 政府在3月26日公佈過 有77人違反了檢疫令 根據陳少始局長 今天在網子提到 到28日都只有70個人送到檢疫中心 那想請問一下 還有7個人是否已經確診了呢 還是他的檢疫中心不夠位 所以未安排到他們入住呢 那第二條問題呢 就是如果之後病人在內 他驗不到活的病毒呢 就會在 就算他的PCR測試仍然是陽性 都會放在那班病人 進去第二線隔離病房 那預計最快會何時實施這行措施呢 那另外 第三條問題是 想問一下那個酒吧 那些隔離病房 其實在前天開始公佈過案之後 都沒有分清楚是哪些職員 哪些樂隊成員 哪些顧客 那因為就每晚入Q問都沒有回應的 那想問一下可不可以公佈這些 case的號碼和他們的身份 謝謝 謝謝 我沒有資料說那些 就是違反了檢疫令那些人 是不是有確診個案 不過我在我確診個案裡面 就沒有留意到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在 我們是有提供一些關於那個酒吧 去看那些人事 就是去過那些人事 或者是一些工作人員 或者今天那些個案 我再說多一次 去過all night long的人事 就有614 615 和625 那工作人員 就是那幾間工作人員 就是635 638 和627 另外630 都是一個表演者 但是因為他都是和432同住的 所以我就將它 歸類了在一個物赤字宿舍裡面 我想說說那個 我們第二線隔離病房 其實是一些改裝的病房 它裡面其實是有附壓的設施的 同時間我們的同事 在進去處理我們的病人 其實都是全套保護衣 裡面包括有我們N95 面罩、手套 還有有一件保護衣在這裡 在這裡我也想說說 其實我們是說一些情況 相對已經穩定 臨床上是沒有再發燒 不需要聞氧氣 而上呼吸道的病徵 無論包括或者停滑肚 這些病徵都是已經很轉 我們才會給一些 再由轉回去 到這個二線隔離病房裡 所以其實那個目的 都是希望可以騰空到 我們一線隔離病房 給一些剛剛確診的病人 因為我們相信 其實我們在那個設施上面 一來它都是一個附壓病房 我們保護我們員工方面 其實跟一線隔離病房 其實是同等的 這裡可以幫助我們舒緩 現在大家今天問過很多次 就是說為什麼要病人等那麼久 那個其中一個措施 下一條問題 潛意潰色衣服這位女士 Park宇戶 Wideij hulk 苦 在1950 Hframe 商湖 在歐 Hmm 還 Champ 有 Bureau is following the issue, but I wonder if the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could tell us a bit what you know about that man or any help that is being provided to the man or his family. And also to Dr Ho, I'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BATS. So may I see clarification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BATS in general, what will be converted into those second-line negative pressure BATS to patients, apart from the 400 BATS that we previously mentioned. And also, I'd like to follow up on the news report in a Chinese newspaper today mentioned that the Hospital Authority is studying to place some recovering COVID-19 patients to quarantine centres for following up treatments. So under what condition would HA roll out such arrangement and how many hospital staff is estimated would be needed to be deployed to these quarantine centres to take care of the of those recovering patients. Thank you. For persons requiring help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is will be taken care of by the Security Bureau. So, so far I have not received any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ase. of patients. So, HA retrofit some general wards in seven clusters to have a negative pressure facilities. So we will be in, 400 BATS will be in operation next week. And we are exploring another more BATS to be retrofit so as to have a negative pressure facilities to accommodate more patients in due t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We are also at the moment exploring with the government on various measures to how to increase the capacity of whole Hong Kong to take care of all the confirmed patients. So we, at the moment, we are still thinking of using existing hospital authority, a hospital BATS to retrofit to accommodate more confirmed cases. I am still collecting the availability from the clusters. That's the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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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for the question. 另外想問何醫生 譬如你剛剛說到 現在每天有十幾個病人 其實是等著入病床 我想知道他們是在家裡等著 還是怎樣 其實可不可以形容 現在已經是爆了煲 他們是接受不了治療 其實醫院局會怎樣處理 還有譬如看到你剛剛說 二線有些可能情況很轉 沒有病徵可能可以下去 還有也有說到一些 參考了德國的情況 其實是否有些可能更好的情況 是連二線都不用 是會要他們回家接受治療 還是在隔離 會不會再擔心再感染到其他人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找到一個投訴 就是已確診的病人在醫院接受治療 但是衛生署處方的人員 六次致電給他們問一些接觸史 令到病情落化 其實都明白可能要問他們接觸史 但會不會也考慮一下 有其他好的方法 譬如可能要去文字回覆 還是不要打給他們 麻煩 其實因為那六中 沒有一些關聯的個案 我們還在調查中 很初步的資料 就知道他們潛伏期 可能去過一些酒吧 或者一些聚會 但是不是代表這些酒吧聚會 一定是傳染途徑 他們說的地方都是不同的 有些在尖沙咀 有些在蘇蠔 有些在灣仔 有些在西盆盤 那些名字 我都不清楚 都很重要 如果有兩個人 同時去過一間的話 兩個病患者 同時去過一間 我們就會擠 他的大廈名 在網頁上 如果他是傳染期的時候 我們一個都會擠 他的名字 另外就是 我還沒有消息 關於有初步確診的個案 在牽涉南境的 不過因為我出來的時候 我知道都有一些 發炎那些陸續 每間醫院都出現 我不知道那些個案 會不會有包括這個個案 另外關於你提的個案 我們都留意到的 我都特意問一些同事 究竟應該是講 530宗個案 我特意問一些同事 究竟我們問了多久 那位個案 就應該是 她是一個 同太太都住在 和生活在美國的 香港身份證的人士 她是3月15號 開始發燒 那26號回香港 那中間在21號 3月21號 都是看過美國的醫生 不過當時就沒有發炎的 所以可能是想回來香港醫治 那樣 可能時間都比較長 所以她那個病情 可能都有一些 加深都不頂 我們當晚 只是問了 就是有問過她一次 但是那個時間 就是問了 我想不超過半小時 我知道她之後 可能開始就有些 情況改差了都未定 但是我們就沒有問六次 那麼多 好 好 之前就說要等候的病人 我們大部分看到 都是一些家居隔離的病人 在家居家居隔離 其實我們衛生署 都有些建議給他們 在家居 其實也是要注意個人衛生 就是要戴口罩 手部衛生 保持一米距離 那另外 就盡量不要同臺用膳 如果真的要的 就可能分開一些時間 還有記住要用功筷 大家就不要share飲食 那這個就是減低在家居 等候入院之前 可以減免感染的機會 這個其實是由頭到尾 我們都是這樣 跟從我們回來香港的市民的訊息 另外就是 先頭都有點不太清楚 究竟我們二線病房 會收哪些病人 其實我們的目的 都是想一些相對 已經譬如在我們醫院 已經治療了一段時間 另外她的臨床上面 病徵已經好了很多 裡面包括一定要沒有發燒 不可以氣速 另外不需要再聞氧氣 另外上呼吸道 或者其他病徵 譬如像肚子那些 其實都已經減輕了 我們先轉轉去 我們二線隔離病房 希望行出一線病房 給一些新症的病人 至於你先頭說過 我們都有討論過 究竟外國有很多不同的文獻 其實我們都還在討論 一些新的資料 其實我們一定是 要看著最新的疫情發展 最新的科學實證 來指引我們 接下來究竟如何治療這群病人 所以接下來 我們會繼續跟專家小組 繼續檢討 我們接下來的政策 究竟如何處理這群病人 下一位 前面藍色衫這位女士 你好 明報去方問的 第一個就是想跟進 禁止人群聚集的情況 其實現在的條例 是不管在私人地方聚集 我明白這個是可能 政策局的決定 但是我們想問一下 CHP會不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否等同於形同虛設 因為這樣 如果整群人聚集 在一個私人的地方 其實應該都 管不到 其實都可能會引發 另一個社區爆發的 另外就是那個 試劑的問題 有歐洲的國家發現 就是中國制的試劑 準確率只有四成 其實CHP是現在自己正在做試劑 但我們就想問一下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確保到 現在我們有的原材料是足夠的 確保到香港 譬如CHP是不會用中國制的 這些試劑 第三條問題就是想問一下 其實有沒有數字 就是看到現在 在這一刻 其實有多少個確診者 還在等著入院的呢 那麼有沒有方法 就是可以確保他們 不要到處走 例如會不會加強 對這一批的人的抽查 還是有甚麼方法 可以讓他們乖些留在家裡呢 另外剛才有提到 就是再討論一下 如何分流患者出院 我想問一下 現在初步的方向 就是剛才說 在看科學實證 但是有沒有初步的方向 就是 將剛才可能 在二線病房的那些人 其實可能他再穩定一些 都可以送他回家隔離 或者去其他檢疫中心 謝謝 我想政府可以做的事 當然是可以盡早 但是私人的聚集 其實就是 都是要靠大家的自律 和大家的合作 要大家明白這個病 本身其實傳染性很高 尤其是大家一起聚集的時候 還有都會有一些人 是有些沒有病徵 或者是輕微病徵的 其實為了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自己的朋友 其實就是要留意 根本就是需要這個社交距離 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的試劑 就是用原材料的 原材料在哪裡 我都不太清楚 在哪個地方來 不過就應該是足夠的 就是 起碼會足夠一段時間的 據我們的法院所同事說 他們都會盡量 就是確保這個試劑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不斷地收緊症 所以你說現在究竟有多少人在等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即時實時的數據 我們知道是有病人在等的 希望他們都明白我們現在其實是很努力 其實我們無論總部 我們總部是有一個叫做重大事故控制中心 還有在聯網我們也有一個叫做Bed Coordinator 就是聯網病床協調專職人員 其實他們是24小時 24小時 7、24小時 一有症 接著他們就檢查 究竟他們有沒有病床 可以收到這些病人 其實我們是很想盡快收到他們進來 治療他們 其實不是想他們等的 另外就是先頭都有提過 究竟科學實證究竟是怎樣 我們都是想強調某一點 你們擔心的都是我們擔心的 就是說究竟病人如果由一線病房 轉到二線病房 還是什麼時候他們可以出院呢 其實這些我們都是要有很多數據 有很多專家去看過 我們都是放心的 我們才會做那個Recommendation 才會建議那個步驟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實在在談 如果再有進一步資料 我們是會主動公佈的 下一條 那邊黑色衣服的男士 你好 商臺 美國下個星期 將會引入一種手提式的測試儀利 就不用送配化驗的 五分鐘就知道 如果是呈陽性反應 五分鐘就可以知道 我想問當局會考慮引入這種測試儀利 加快測試的速度 麻煩你 我知道政府和我們化驗所同事都積極地看著 不同的快速的試劑 或者有沒有更加快的方式 可以早些有些初步確診或者確診個案 下一條 後面黑色衣服的男士 黑色衣服的男士 黑色衣服 黑色衣服的男士 其中的趨勢 蔓延其實都見到是由外地 變成更多是全本地的情況 第三 其實都想追蹤之前 我們第一次發現一些酒吧群組 有沒有懷疑現在初步追查 他們傳播的途徑和源頭 究竟是來自哪裡 是由外地人士傳給本地人 還是一個本地傳染的爆發 謝謝 酒吧的群組個案 其實就是有四個人做事 在酒吧表演或者做事 但是它四個裏面其中一個 都是之前個案的一個密切接觸者 因為他們一起住 所以我開頭就把它列為一個密切接觸者 告訴大家 另外那三個就是它不是一個密切接觸者 只不過是一個酒吧的職員 所以這四個個案就是 635、638、627 630就是和之前432的密切接觸者 另外有三位就是去過那些酒吧 就是614、615和627 所以總共就是七位 至於那些是否有變種 其實就要等我們的專家 就會將那些病毒 如果找到那些病毒 就是每個病人的病毒 它要看看可不可以培植得到 如果培植得到 它就會做到基因的分析 那我還沒聽見 我們這些專家 就是訓練室的專家 微生物學家 就沒有說過 說有些特別的情況 暫時 下一位 那邊粉紅色口罩的那位女士 你好 東剛的 想問一下網傳有指 就是在外地確診的個案 特別是歐美加那邊 其實他們的個案都會有高濃度的病毒 那想問一下有沒有比較過 就是在外地 源頭在外地 或者是留學生的個案 身體的病毒 是否比本地 其實那個病毒量是更加高 另外就是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何醫生都說到 未來其實都會考慮 可能將部分病人 要求他們自行治療 謝謝 那個病毒量 我自己就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不過因為我們都有一段時間 就沒有什麼本地的個案很多 所以現在的個案 就全部都是 就是可能的源頭都是外地出來 然後引發了一些本地的個案 所以可能那些個案 就未必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你意思是 留學生和一些外遊的人士 是有些不同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外國 可能是當地的存在 就是比如你在英國回來是留學生 還是在英國旅遊回來 都可能在那裡感染到 那變成了理應他們的病毒 就應該沒有大分別了 你意思是在不同地方回來的那些病毒 會不會有些不同 那這些呢 就會在我們的基因分析都會看的 先頭提過呢 就是我猜 記者朋友就是說 好像有一些外國他們的做法 就是說他們確診了 都是留在家裡這樣 但是因為我想現在政府的政策 其實我們都是用圍堵的政策 就是早檢驗 然後早隔離 早治療這樣 現在呢 這個還是我們都是想去做 所以你看到呢 我們其實加大了那個檢驗 我們加大了我們那個隔離病床 那個數量 其實呢 我們還是很想去 符合到這個圍堵的政策 但是如果你說 遲些政府他們就住那個防疫 我們一直都會跟它繼續再談 我們會配合政府那個防疫政策 去配合治療病人這樣 是 下一位 我們最後回答這位女士 灰色衫這位女士 我是香港獨立媒體記者 那有三個問題想問回 就是第599C 因為那個強制檢疫人士的大廈名單 上次更新的時間已經是3月16號 那想問回衛生署何時會再更新呢 還有是不是因為人手不足無法處理呢 那第二條問題就是想問回醫管局 那我目前呢 就每天40至60宗的身親確診個案的趨勢 那有沒有預計公立醫院的病房 何時會正式爆滿呢 還有目前有沒有方法去方案去應對呢 那第三條就是 還有早前政府就研究那個 港版那個火神山那個醫院 有沒有多些消息可以提供的 謝謝 那個599C是那些大陸回來的 家居強制檢疫的人士 那些我知道相關的同事 可能都未有那麼快會更新的了 因為現在都是忙於做599E 在外地來的那些人士的隔離工作 其實我們現在的病床都很爆 所以我們為什麼都有開一些二線隔離病房 那我們希望就是可以開了二線病房之後 現在可以舒緩到我們現在一線病房的情況 那接下來呢 陸陸續續我們都會找聯網 就是看一下他們還有沒有地方 合適可以進行改裝 我們希望呢 加大這個二線病房 就是那個隔離病床的數目 而去面對現在我們每天都在增加那個 一個確診病人的數量 那知道你說過的其他方案呢 其實我們都要陸陸續續去想 那我們其實和政府呢 政府和我們呢 其實都有商討很多不同的應對方案 希望呢可以加大整個社會 去面對這個疫情的能力 那如果我們有進一步的消息呢 我們是會主動公佈的 謝謝大家今天的記者會導師員見